我们不收纹身的相信生命 一个都不可以 纹身的要好问 管你问哪里 总之我们不收 小伙子 你的纹身就可能断送了你的前程 比如说你看你 我看你是一个很汉厚的 也是个很色彩 但是你跟人的印象就是 要么就是在社会上混的 要么就是不听话的 所以你首先第一个印象 给人标签就不好了 是吧 所以如果你想好好做 我建议你去把纹身洗掉 我们工厂不是纹身的 都是规定 好吧 就是你做事做 最近有条新闻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 就是两个小伙子去工厂找工作 然后企业的老板 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纹身 然后就不同意这两个小伙子的入职 还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可能因为你这个纹身 就自毁了你的前程 是不是就因为身上有纹身 所以说去找工作 就会受到特殊对待 那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这是我从网上买过来两个纹身贴 我们就给它贴在这一个身上 比较显眼的位置 然后去工厂的应聘处 看看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麻烦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纹身 买了两张比较花一点的 如果说真纹身的话 我肯定是不会去纹的 咱们就整个假的过过瘾就行了 撕掉这个贴纸 直接给它贴上去 这纹身纸给它全部打湿 粘上了 你们看起来这个效果还行 同样的方法 我们再来贴另外一个 看起来还可以吧 像这个位置就比较显眼了 现在我们顶着这个纹身贴 去工厂的应聘处去看一下 我们会不会被特殊对待 在前面这条街 这一个工厂特别的多 好 现在我们就去这一个工厂的招聘处 先去瞅瞅 看看是不是 接不接收有纹身的人员 人力资源部 我们先去这里瞅瞅 可以去吗 有纹身可以去吗 可以去啊 你的纹身贴的吧 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能看得出来就贴了吗 看得出来 算大不大 挺大的 那就只有这个了 最好再带个冰袖 只能进这一家吗 对 其他去不了了 20块钱一个小时 这个月21 6月19 7月18 这是多少家 123 16家 18 是吧 16家厂只能进一家 瓜哥 16家厂啊 只有是一家是肯切收的 而且还要带冰袖 其他都不要 即使你把纹身除了 他也不要 今天我们就测试个五六家厂了 再去别的地方瞅瞅吧 这玩意儿一眼就看出来这是贴的 卧槽 这牛啊 我问一下 你这有纹身的收吗 不收有纹身的 多小的都不收吗 是的 只要有就不收 只要有就不收 再去一家 你好啊 我问一下有纹身的收吗 收是吧 16一个小时 哪个地方呀 就在这里 第二家啊 收 我问一下 你这边招聘有纹身的招吗 我招聘的 有纹身的招 纹身的也招啊 多大的都招吗 这纹身有多大都招吗 可以 但是就是要好好上单啊 我们总共看了四家 其中有一家呢 是人力资源公司 16家厂 有15家不招有纹身的 还有一家是可以招的 工价不高就是了 16万一个小时 再找一家 你好 那个这边招聘招有纹身的吗 不招啊 多小都不招吗 身份证大小 身份证大小可以是吧 大哥 有纹身的招吗 不要啊 走了六七个地方啊 一半招一半不招 但是怎么说呢 即使招纹身人员 它也是让你带那个冰锈 工价还是比较低 16块钱一个小时 谁知道是进了厂之后 会不会又变呢 对吧 还有即使是招纹身人员呢 还是有规定 就是纹身的身份证大小啊 其中最让我震惊的就是 去人力资源公司一问呢 就是 16家厂 15家都不要有纹身的 哇 今天太阳真的堵 你看就出这一会儿 红种人就出现了 朋友们 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个人的看法 首先纹身呢 确实会给找工作 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到那个招聘处的时候 他们只是瞄一眼 就说不招 就是 不会正眼去瞧你 但是我不认同的一点是 纹了身之后 就叫自毁虔诚 俗话说的好啊 360行行行处状元 那你少了这一个工厂的工作 可能还有别的工作 对吧 更适合你 不能因为一个纹身 就否定这个人的虔诚 对吧 还有借了这个视频呢 就跟想纹身的人说一声啊 纹不纹是你的自由 然后工厂要不要你是工厂的自由 这个无可厚非 如果你想过一下这个纹身的瘾的话啊 建议还是花两块钱买个这个纹身贴 贴一下得了 对吧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皮肤开玩笑 因为毕竟温的时候很疼 洗的时候更痛苦 好了朋友们 咱们本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结束了啊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问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啊 对了 还有今天我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啊 不拍工厂 不拍招聘人员 省得给自己找麻烦啊 这个还是希望大家谅解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